其實啊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是這個排水孔啊 一直發出早氣 有味道 那其實很多人都忽略了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洗手台 的排水孔 那你們看一下 洗手台啊 它這個凹槽通常都會積水 然後它都會滋養一些細菌 跟一些 莫名其妙的東西 那如果啊 你要排除這個臭味啊 有一個非常環保 又非常省錢的方法 那就是倒小蘇打粉 清潔用的小蘇打粉 只要你將小蘇打粉啊 這樣隨意的倒一下 因為為了方便我們就直接把它裝在 那一份關 你這樣子倒完小蘇打粉之後啊 然後沖一圈水 可以不必全部沖完 因為呢 如果你在洗手的時候啊 你就慢性的讓它消化一下 沖一下水管壁之類的 那或是你真的看不下去好 那就把它沖沖吧 那非常容易溶解 然後如果你已經很嚴重的話 三天它大概就會見效了 那如果不是很嚴重 像我已經弄過蠻多次的 就只要它一有味道就沖 大概五分鐘就見效了 味道就會消散非常多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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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